感谢主的带领 我们下午又将我们的时间 特别继续的留下来 继续在主的圣所里面来 遵守安息圣日 通常在下午的时间都是 大家可能刚吃饱 然后休息一下 可能休息的还不够 所以通常下午精神会稍微 没有那么好一点 所以小弟习惯上下午 就会用投影片来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 今天下午小弟 想要以前虽瞎眼睛看见 作为一起学习的题目 小弟其实从年轻的时候 就对圣经当中的瞎子 得意志的神迹 都特别有一些感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 不管他是生来就瞎眼 或是说他因为一些意外或疾病 突然变得看不见 看不清楚 我想对一个瞎子来说 有一天他能够看见 看到亮光 能够清楚的看见那个观爱他的人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其实是一个他心中很渴望的一件事 尤其是对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是明眼人 虽然我们年纪都不太一样 眼睛退化的速度也不太一样 像小弟因为我的工作是 眼睛要用很凶的工作 所以退化的特别严重 从去年开始就买大本的圣经了 就是因为有时候看圣经都会跳航 那尽管我们是已经都明眼人 看得清楚 但是还有很多的科技和研究 都是在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不管是我们的眼镜 现在眼睛可以开刀 或是我们在用手机的照相 手机的这个荧幕 或是我们在家里看的电视 都在研究到底怎么样 让人类可以看得见 然后看得更清楚 看得更美丽的一种渴望 所以今天下午就会利用一个 在福音书当中的 主要书医治瞎子的神迹 作为彼此的学习 其实在圣经当中 有很多瞎子看见的神迹 如果我们很快的看过 在马太福音有两个瞎子 那他们来主要书问他说 你们信我能够做这事吗 这两个瞎子就说 我们信 那他们就照着他们的信 就得医治了 那也有又哑又瞎的瞎子 那也有这个我们很熟悉的 瞎子巴迪买 主要是问他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很清楚的说我要能看见 这个是很特别的 在三个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 另外博赛大的瞎子 可能我们平常比较不会在 这个查考的过程中注意到 他是一个瞎子慢慢的看见 他不是马上被医治看见 而是慢慢渐进式的看见 那最后一个就是 今天要跟弟兄姐妹 一起来学习的 这位生来瞎眼的瞎子 我们一起来翻开 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 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七节 让我们把它来念过去 新约圣经一百十四页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 约翰福音九章第一节 预备开始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 就土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奉差遣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阿们 这是这个生来就瞎眼 蒙主一致的一个 第一个阶段的记载 在这个场景我们看到 主耶稣走过去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是生来瞎眼的 那这个生来就瞎眼 应该是可能旁边有人跟他说 这个瞎子是生来瞎眼的 因为我们平常看一位 看不见的人大概不知道他是不是 后天才瞎眼还是生来就瞎眼 那这边第二节说到门徒就问 耶稣说 先生阿拉比阿 这个人是生来瞎眼 那是不是他自己犯的罪 还是他爸爸妈妈犯的罪 因为他把这个瞎眼跟罪 这个画上等号 这可能是门徒在 他们认为从神学上的一种猜测 结果我们看到主耶稣回答说 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 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这边我们要来做一个学习 门徒问主耶稣说 到底是谁犯了罪 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门徒看到这样的一个 不太方便的人 有残疾的人 他第一时间 其实不是问主耶稣要不要医治他 也不是问说 这个人很可怜 要不要怜悯他 那反而是在第一个时间 问耶稣说 他犯罪 还是他爸爸妈妈犯罪 这其实也是帮主耶稣想答案 主耶稣他们可能会想说 主耶稣会从这个选择题当中选一个 爸爸妈妈犯罪 或是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犯罪了 所以才生来就瞎眼 我们要起来学习一个态度 应该说学习避免一种态度 就是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 看到这样需要怜悯的人 我们反而是有一种好像名嘴的态度去判断 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 正在这个画面 可能现在如果大家没有转台也不太会看到 或是说现在大家也不见得是看这种节目 是看网路上的这种短片 但是我们都会看到往往只要发生一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人他今天嫁女儿了 今天他发生了这个他的儿子打这个伤害到别人了 就一堆人在电视上他们就在讨论这个人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 他的爸爸妈妈管教出了什么问题 甚至他们可能没有太多讯息 这些人就可以讲出一些长篇的推论 或是一个可能性的这个引导 他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件事情 或许我们常常在媒体上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换谈论 那这样并不是说他是错的 因为毕竟要评论一件事情也是要有他的智慧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是一位活生生需要帮忙和关心的人 那我们会不会也不小心像名嘴一样去评论他呢 去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会受伤 你为什么会得忧郁症 你是不是怎么了 所以才会这个原因造成这个病 才会好像你犯了什么错 就觉得说用这个你犯的错来惩罚你 所以我们在关怀人的事上 真的要避免像门徒这样的一个态度 反而是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关心他 去感同身受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他是要如何接受别人的关怀 而不是一个很冷漠的评论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没有跟着去访问在生病的同龄或是木道朋友 那小弟很年轻的时候曾经跟教会的长辈去访问 那去访问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接受关心的同龄或木道朋友躺在床上 然后一去可能这个气氛都很都很干 就是说不知道聊什么 那通常都会问说 你得这是什么病 你这个病怎么了 医生怎么样 好像是大家去当医生 然后当会诊 去讨论病人的病情 然后这个病人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解释 我本来自然来一个诊所看 然后后来才转院到这个大医院 我一个组织医生跟我讲什么 当然我们可能 我看到长辈可能是为了要找话题 我跟他谈生病的内容 但是很少有人 可能后面比较这个 这个可能比较后期的人有 小弟年轻的时候跟去的时候 这些教会长辈很少人去问这个生病的人讲 问他说你好吗 心情会不会很难过 家里需要帮忙吗 有没有什么可以我们为你做的事 除了祷告之外 我们能不能跳脱那个名嘴评论员的角度 而是去真正的关心这个活生生在我面前 需要我们关怀他怜悯他的人呢 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门徒他们就犯了一个错 他们明明在主耶稣身边 主耶稣有很大的怜悯 也有很大的能力 但是他们却从分析的角度 从犯罪的角度去看这个瞎子 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觉得说 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一定有什么原因 小弟以前也常听到这样的一个 长职的提醒 就是当有一个弟兄或是这个同龄 出车祸了生病了突然生一个重病了 然后可能关怀他的人去医院关心他 或是去家里关心他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先问说 你要不要想一下最近有没有做什么得罪神的事 可能我们以前都有听过 但是小弟在想说如果这样问我 我一定会早上讲补刀 补两刀我已经生病了 又补一刀 我当然会想我没有得罪神 但是有些时候这样的关怀却是伤害 这个二次伤害 这样的一个在患难当中的人 其实很多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难题 病痛患难 不见得都有办法找出合理的原因 就好像这边门徒在推测一个是谁犯罪的原因 但是结果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是门徒无法理解的 我们还记得我们所读的 主耶稣回答说 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可能十几年了 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要彰显神的作为 门徒一定无法理解 原来可能连瞎子都无法理解 原来我从小就瞎子 是有一天十几年之后 我的身上会显出神的作为 所以这个答案是很多时候我们忍无法去合理推论 然后像明嘴一样讨论出来的 而是过程当中神才让我们看见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早上我们有说过的 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 因为答案有时间差 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去判断 就去找原因 像明嘴一样 而是我们愿意来学习 在不明白的时候 先放在里面求神来引导 让我们有信心先接受他 让我们有那个耐心去等候 可能好多年之后才知道的那个答案 原来是非常美丽的安排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来从这段经节来提醒自己的 不是谁犯了罪 我们也不应该用这样犯罪 或是推论的方式去冷漠的评论 需要受怜悯 受关爱的弟兄姐妹跟目道朋友 而是我们多问他一句 好吗 需要什么帮忙吗 你心情可以吗 要不然我们陪你聊一聊 去关心他真正的需求 而不是评论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再看回来 在第六节 当然第四节跟第五节 主要说有一些解释 我们就先跳过 第六节主要说完话之后就土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祸泥 就是跟这个地上的泥土 跟口水混在一起 然后抹在虾子的眼睛上 我不知道 当然这个有很多的人在解释 这当中有他属灵的意思在 但是小弟强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的是 大家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要医治 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刚刚前面看到其他的虾子 说你的信救了你 你可以看见了 就直接拯救他呢 为什么主耶稣要医治这个虾子 要用这种口水 不是很卫生 甚至有点羞辱人的方法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想过这件事 如果我们是虾子身边的人 当然可能在古代对卫生习惯不是那么好 可能觉得这没什么 但如果发生在现在 我会觉得说这个不只是不卫生 这个口水本来是 土口水在别人身上是一种羞辱人的动作 他却成为主耶稣要医治虾子的一个方法 他要彰显神的作为的一个过程 那这也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有些时候我们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在奔跑天国路上遇到了一些障碍 神要来解决我们的困难 会不会也像这样的方式呢 主耶稣不是一样那种好像唱的圣诗 然后荣耀降临在我们身上 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 会不会他给我们的方式 其实不是那么我们看起来是一百分 不是那一种觉得好像可以到处讲很美好的见证 会不会只是一个让我们勉强走过去的过程 但是他却也是成为一个恩典 或许我们自己的病 并没有完全的被医治 但是主耶稣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这个病痛 让我们在面对别人的关心的时候 能够有一点点的笑容 有一点点的见证 让别人看见我们虽然在病痛当中 我们也是有喜乐的心 虽然不是一百分的喜乐 但是主耶稣的爱在我们心中 虽然并没有完全好 但是我们心中有喜乐 会不会我们有些时候 在承担一些教会的事工 他很辛苦 甚至有些时候 真的是像这边说的 要被人家吐破墨 要被人家骂 被人家讲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紧紧的抓住神 其实我们也看到恩典 虽是羞辱 却是有很多神的恩典在当中 这会不会是神要我们去走的天国路呢 所以奔跑天国路 一定是好像电影演的一样 充满荣耀 有荣光 会不会他给我们的是一种 尽管辛苦 我们真的也走得下去 尽管患难 有一些很累 别人的批评 别人的羞辱 但是我们心中 那个喜乐的心还是在 在世人眼光 或许我们的病没有好起来 我们也不是事事顺遂 然后在世上有很好的生活 我们看起来不是一个很荣耀 觉得可以拿出来讲的一个 充满见证的人 但是我们愿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顺服神的代理 顺服神的恩典 然后我们靠着等待和信心 来等待神的救赎 让我们看见在看见主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些过度的想象 就好像 其实小弟以前最怕一种聚会 待会可能会讲到 小弟从年轻到现在最害怕见证会 而且是那种每个人都要上台讲的见证会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我从小到大听的见证 都是好厉害的见证 一定要能够发生什么很惊险的 就是出门被车撞了 然后人没事 或是生了大病 要绝对出医治 然后最后要翻经节 然后绝对出恩典 真的很够用 但是后来小弟长大的时候才发现 那个人也不是一天大晚被车撞 那个人也不是一天大晚生大病 那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 他可能就在我们一点一滴 在拾取神的恩典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那不是很大的 但是在有些时候可能是像这边 好像有点羞辱 有点点不愉快 但是我们却领受到恩典 那就是神的爱了 那有可能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你自己感受得到 但是你跟别人讲 别人觉得那又没什么 但是那就是你每一天体会到的恩典 不见得充满荣耀 但是却真生实实的 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这就是虾子他的历练 土唾沫或泥巴 但是他却得到医治 过程或许羞辱 但是他还是得到恩典的 我们再回来看一样 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 第九章的第八节以后 这边很长 那我们没有要一个一个念过去 但是这边如果我们有空可以看几个经节 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来问虾子 你到底怎么好的 你不是生来瞎眼的吗 那谁帮助了你 第十节是邻居来问 邻居应该认识这个是虾子 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 当然虾子有回答 爷爷书帮我的眼睛开的 第十五节法利赛人问说 你是怎么样看见的 再问一次 其实法利赛人早就知道了 这些都早就传开了 但是法利赛人他一定要再问一次 甚至到十九节找他爸妈来问 就是对质 你儿子 这是你的孩子是不是从小瞎眼的 我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听过 有人有办法把从小瞎眼的人医治 然后看见的 因为他们认为从小瞎眼就是一种先天的 是无法医治的 如果是后天 可能眼睛受伤了 这个可能还可以医治 那从小瞎眼不可能 他们无法相信 邻居有问 法利赛人有问 法利赛人又找邻居来问 最后到二十四节 这些人直接找匣子来问 因为那个耶稣是罪人 为什么罪人有办法 叫你来看见呢 这时候瞎子其实说出一个很有智慧的话 如果我们看二十五节 瞎子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有一件事 我本来是眼瞎的 我现在看见了 他的见证就在他身上 不管你们外面讲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自己的恩典 我自己很清楚 所以这边其实是非常戏剧化的过程 明明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 瞎子得医治的耶 我们隔壁的孩子 隔壁家小孩的孩子 本来生什么病好起来了 应该大家都要开心啊 结果大家无法接受 每一个人都来问 你怎么看见的 为什么罪人可以医治你 所以我们要去思想 为什么这些人要一直问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来看这些人 一定是因为他们心中认为的想法 跟实际发生的不一样 所以要一直问 一直问 找出破绽 我们有些时候 通常对小孩都会这样 你为什么考一百分 你是不是最近怎么了 最近势力有比较好吗 我们都会觉得 跟我们心中想象的不符 平常都是五六十分 怎么通常一百分 当然这是举例 或是有些时候 我们就用否定的预设立场 就认为说 这不可能发生 耶稣是罪人 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医治人呢 有些时候我们信主越来越久 或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的经历越来越多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们遇到一些情况 跟我们以前的经验不太一样 我们就用以前的经验来判断 这个人 他可能没办法接这个圣工吧 这个人 他有办法做什么事吗 或是说我们宣道工作 福音工作做很多了 然后我们就会下判断 这个人 这种一直问问题的 大概不会想要来信耶稣啦 然后这个每天都来这个查考道理的 没什么问题的 应该你这个下个月就会报名洗礼的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当有一天事实 跟我们所累积的经验 跟我们的判断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呢 是真的吗 我来叫来问问看 跟我们的经历不一样 我们反而去质疑他 而忘了最终最终神 最大的方向 是让人人得救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来学习来得到恩典 所以我们在 要去了解一些事实的真相 或是说 我们要探究一些原因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很谦卑 很虚极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 是如何的伟大 我们的经验再多 我们的能力再强 那也都是神伟大计划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要去虚心的去思考 去接受 神让这件事情发生 有祂的意义在 有祂的造就性在 否则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 就叫来问 叫来质疑说 这是真的吗 你是哪边弄错的 这样反而看不见神的恩典 反而去扭曲了一些事实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 约翰福音一样第九章 我们看第三十四节 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结果 因为一直问瞎子 那瞎子的回答 这些人都不满意 在三十四节 竟然这些法利赛人就告诉瞎子说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这瞎子真的很可怜 之前瞎的时候 可能没有人帮助他 好不容易看见的 就要被这些人赶出去 结果我们看到第三十五节 这时候主要说怜悯这个瞎子 三十五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三十七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神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这边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主耶稣说的这句话 瞎眼的人看见了 那看见的人反而瞎眼了 这是主耶稣要来世上做的一个工作 叫那些不能看见的看见了 叫那些原本看得见的人反而瞎了眼 我们都应该知道这边讲的不只是在讲 虾子肉体上肉眼上的看见而已 没有错这个虾子他真的看见了 从字面上解释是因为主耶稣一致他看见了 但是主耶稣在这边讲的看见有另外一层的意思 就是虾子做了这个动作 虽然虾子被赶出来了 他虽然故事的结果对他很残忍 但是呢 这个主耶稣告诉他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那当然瞎眼的 他可能几个小时前才看见 他怎么知道神的儿子长怎样 主耶稣告诉他说 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 38节虾子显现出他的信心 他说主啊我信 他就拜耶稣为神的儿子 所以虾子的眼睛不只是肉眼看见的 他更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用信心去看见并且去拜耶稣 所以原本虾眼的人 他本来是肉体上虾的 他看见了 而且他的心眼也开了 因为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都知道虾子就是这样的信心 然后他得到拯救 但是呢 那到底谁是那些可以看见的反瞎的眼呢 如果我们从第九章的出场顺序来看 虽然第39节没有讲 但是我们可以判断 主耶稣这边所说的 看见的人变成瞎眼的人 应该是指责法利赛人 那后面他们有对号入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认为 主耶稣是罪人 主耶稣的出身 主耶稣的外貌 主耶稣的所作所为 都不符合律法 所以他们认为 主耶稣不可能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看到虾子 尽管很明显的生来瞎眼被医治看见了 他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刚刚前一张头一遍看到 他们一直问一直问 因为跟他们事实不符合 所以对这些法利赛人来说 他们的心眼瞎了 虽然他们是明眼人 但是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 神的荣耀 神要借着主耶稣来施行的拯救 是借由他们所看不起 所认为他是罪人的主耶稣 和这一个罪不起眼 生来瞎眼 社会的边缘人 底层的人 在这当中彰显神的作为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真的要去 有这样的学习 我们看到那些软弱 残缺 在社会当中 可能大家真的比较不去在意 甚至是装作没看见的 那些人会不会是神要彰显 他作为的对象呢 有些时候我们在工作的场合 社会当中的角落 甚至有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 也有可能喔 我们知道有些人 他们就是比较边缘 有些时候吃饭 有些时候聚会 都在某些角落 但我们都在神的爱当中 我们能不能也多去彼此的关怀 多去了解 这样的人 其实他也有很多神的爱在他身上 或许他有很多见证 我们能不能一起都来经历神的作为 来见证神的恩典 不管我们是不是一位不起眼的人 像这位瞎子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来学习 在微小的世上 在就不起眼的人身上 能够看见神的作为 因为每一位都是神所疼爱的孩子 每一位一定都有经历神恩典的 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所以神的神迹 其实也会彰显在那些最不起眼的人 跟事情上面 就好像小弟刚刚所说的 我们不是每天都经历那种生离死别 这种危险跟病痛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去拾取 去捡 拾取那些神的 给我们的小小的幸福 小小的恩典 那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赖以为生的很重要的养分 当然没有错 我们过去领受到神的恩典 我们或许也有可能 因为这样的恩典来认识神 那是很大的 我们要记得 要数算 但是那些很小的 一点一滴的 要把它记下来 在我们家 其实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脸书的社团 这是我们家四个人 那这个有些时候 就会把一些 生活当中小小的一些恩典 就记录在这个社团 自己家人看得到 那也会提醒孩子 你们小时候什么恩典 都把它记下来 有些时候真的是 微不足道的 我记得 我太太曾经分享一个 就是她去买东西 然后这个买教会的东西很重 那这快提不动了 她跟主主祷告说 主啊 这个时候有人来帮我不知道多好 祷告完她就笑自己说 我怎么会做这种祷告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真的有那个卖场里面 很热心的小姐 就过来帮忙 就是这样小小的恩典 支撑着我们的信仰 那我们在将来 有可能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 我们走得下去 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去练习 神迹它不见得是 一定要在台前讲 那才是神迹 当然台前也可以讲那些 小小的恩典 我觉得也很棒 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去识取 去练习 去记录那些不奇连的事情 不奇连的人身上 他当中也有神的恩典和神迹 所以我们要去练习这样的看见 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 其实是明眼人 明明眼前就是恩典 但他们装作没有看见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一样是约翰福音的第九章 我们看四十到四十一节 四十节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 听见这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边这个场景也很有趣 这个法利赛人不是把虾子赶走了吗 认为耶稣是罪人 大家没有想象 为什么主耶稣在讲话的时候 法利赛人会听见 因为法利赛人都在旁边偷听 他们没有跑走 他们也好奇 到底主耶稣要讲什么话 所以他们才会 在那边的法利赛人 才会听见主耶稣说的话 然后他反而想说 难道主耶稣在讲我们这群人瞎了眼吗 他们有点这个我觉得是好的 他们对号入座 认为说难道主耶稣在讲我吗 但是我是这个明眼的 我没有瞎眼 这时候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了 如果你们是瞎了眼你就没罪了 但是如果你们自以为看见你是有罪的 这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曾经来责备这个法利赛人 他们是像是瞎眼领路的 金结我们就不翻了 因为他们太看重所看见的事物 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指着圣殿发誓不算什么 但是指着殿里面的金子发誓 这个比较贵重 就要来谨守 那他们都看重这些别人看见 或是他们自己看见的东西 那却忽略了 其实到底让你成圣的不是这些物品 而是要能够奉献给神家的一个心 所以自以为看见其实是一种罪 这边主耶稣所说的 因为他们太看重所看见的了 那而且他们因为这样的看见 又去领导教导那些百姓 让百姓以为原来信仰就是要这样子 那当这些百姓被法利赛人来影响 然后好像都很严守这样的一个律法 就是法利赛人自己却守不到 没办法谨守这些律法 所以主耶稣才会来责备法利赛人就是像瞎眼领路的 当然我们今天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学习主的道理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确实会有一些所谓信仰上的盲点 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 我们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太看重所看见的 然后我们也不会大部分情况 然后不会瞎眼领路 我们不会拿偏差的道理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来影响别人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信仰上的盲点 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自己看见了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的看见了 我们都会认为说 对了别人才是法利赛的 我们不是法利赛人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 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没有看见 因为认为他才是 在讲台上讲不好的都是别人 或是那个没有来的那个人 那应该不是在讲我吧 但是我们要去思想 我们自己以为看见 那不是在讲我 但是我们要思想 他有可能在讲我 是不是我应该也要来思想 我会不会不小心也犯这样的错 我们会不小心 甚至比法利赛人还不如 法利赛人他们刚还说 难道主耶稣讲的是我吗 他在世事节后面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法利赛人还会检讨喔 虽然他们是偷听的 他们知道主耶稣在讲他 他们 那我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心 不管是我们所读经的讲台上所分享的 或是我们在YouTube看到很多讲道 不要认为他是在讲别人 不要以为我们都看见了 我们自己没问题 而是要虚心的去思想 我们自己会不会不小心没有看见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来这样反省 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来成长 所以我们要去练习一种 自以为瞎眼的一种谦卑 不要以为自己都看见了 我们在信仰上不要去放弃 从早上到下午都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 就是要有学习跟谦卑的态度 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信主几十年了 我们到底听的也很多了 圣经不知道读过几次了 我们就OK了 我们就这个及格了 那就等着主耶稣接我们回去 如果时候到了真的会接回去 那还没接回去 表示我们还要再学习 我们还要再努力 那很多我们还看不清楚 我们还学习不到的功课 就要去用一个自以为瞎眼的谦卑来学习 当我们自以为瞎眼了 就好像这篇主耶稣所说的 我们有这样的谦卑的心 我们就不会有罪 因为我们知道还不足 还要再努力 主耶稣会怜悯我们 怕的是我们自以为看见 我们就有罪了 因为那是一种属灵上面的骄傲 所以尤其我们在这件处教会 几乎每位弟兄姐妹都有圣灵 圣灵一定会教导我们 让我们去看见 怕的是我们认为我都没有错啊 那圣灵那些微小教导我们的神 圣灵的指责 我们去抗拒 我们认为那个不是 反而让我们信仰上一直在停滞不前 甚至在退步 但是我们要去练习 在很多的事上 都去有一个自以为瞎眼的谦卑 那我们在主面前 就不会是一个 这篇主耶稣所指责的 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我们只要愿意这样的谦卑 主耶稣会怜悯我们 所以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 藉由今天所查考的 在约翰福音这一个生来瞎眼的 这样的一个神迹 让我们在关怀人的过程当中 少看一些原因 我们都不是医生 我们都不是名嘴 但是我们多去关怀 去看见那个我们所关心的 这个同龄他的需要 然后在奔跑天国路的路上 让我们也能够看见 有时候经历一些 不是我们所预期的 甚至是一种羞辱 但是我们也因此的蒙拯救 那我们在一些关怀 或是服事上面 要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 藉由圣灵让我们能够 真正的看见真理 并且呢 我们要去发现神的奇妙的作为 不是在我们看到那些上台见证 YouTube拍影片的那些当中 而是在微不足道的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有很多神的作为 那是我们每天信仰道路当中 不可或缺的养分 最后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信仰上的盲点 让我们是承认瞎眼 也求主来开我们的心眼 最后我们来读一个经节 我们看以福所书第一章 我们一起念 以福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 两百六十九页 以福所书一章十七节 一起念预备开始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我们就用这个经节 作为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个结论 求神能够真的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恩招 给我们未来那个更美好的天家 是什么样的一个指望 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得到的基业 他是一个 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荣耀的过程 只是在世上我们不见得 从别人的眼中看到得到这样的荣耀 但是我们心中一定要这样的一个期盼 求主来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诗 四十六首